男明星的各种古装造型里面 要说最绝的还是是高毛尾造型 但是也确实是需要颜值高的人 高毛尾才好看 下面这几位恰好就是 印象里面王一博高毛尾还是现允了 也是王一博所有古装里面我最喜欢的 是那种少年感满满的造型 热烈又美好的少年 很让人有好感 但是王一博的古装确实很好看 尤其是古装的高毛尾造型 罗云西古装真的是天花板级别的了 尤其是白衣古装真的是翩翩公子 温润如玉的形象真的深入人心 一定要来一个古装班永久啊 尤其是高毛尾造型 真的帅到让人一眼看过去就难以忘记了 刘耀文虽然年纪不大 但是颜值却已经高得惊人了 他这身造型还是在综艺里面 但是服装造型一点都不显得廉价 高毛尾的白衣少年清清爽爽的 让人如沐春风呀 徐凯的颜值真的算是 同期男明星里面的天花板了 不管是古装还是现代装 这张图真的非常惊艳 悬一真的是古装最爱 还有高毛尾造型超级绝 见美星墓的少年让人很难不行动 眼神到位造型绝美 杨阳刚完结的古装剧 且是天下真的看不够啊 反正看颜值真的太让人喜欢了 各种衣服都驾驭得完美 高毛尾造型更是让人心动不已 就是简简单单的在看剧本 在意态方面杨阳就绝对赢了呀 龚俊这个造型不是剧里的 可是真的非常好看 色眼真的太绝了 粉白的发色 高毛尾和发带都很惊艳 也就是所谓的惊鸿一瞥 眼睛里都闪闪发光 让人心动 江湖少年的即时感 朱一龙的古装也绝对算得上是天花板 但是最近不怎么拍古装剧了而已 要是说起古装 也一定要有朱一龙的造型 高毛尾斜刘海都驾驭得这么完美 最喜欢的就是朱一龙的眼睛了 精致又漂亮的让人心动呀 诚意真的是凭借古装剧彻底出圈了 一部流离圈粉无数 当然除了演技好之外 还有就是颜值超级高 任何风格都能完美驾驭 肥诚想快点看到音乐的到来 看了预告每个造型都很绝 当然这次说的是高毛尾造型 怎么能这么金贵帅气 又温柔的让人心动啊 紫色古装加高毛尾的组合 也是让人惊鸿一瞥的程度 色眼简直是完美 古装最重要的还是仪态好 如果没有看错 这是我们时影大神观吧 气质好似温柔 但却多了些清冷 清冷金贵说的还是肖战 高毛尾造型真的让我惊艳到 眉眼温柔 物观精致 这完全就是我心目中的神仙哥哥呀 当然肖战以前这个造型 也是让人非常印象深刻的 魏无羡的高毛尾造型可太常见了 是那种萨气十足的帅气 对脸拍也完全扛出了镜头 怎么可以有人长得这么完美呢 谁还没有看过陆毅 谁就out了 陆大人才是YYDS 任佳伦古装也是YYDS 还有造型书法高毛尾 干净利落 又洒又帅 还酥感十足 美人间也超级性感 任佳伦再来点古装剧吧 最好半永久 大家感觉这几位男明星的高毛尾造型 更加惊艳呢 任佳伦分享时尚穿搭 透露一年工作计划 正在筹备新歌 任佳伦亮相新品发布会 透露正准备新歌 家人有福了 作为意大利知名品牌大使 任佳伦身穿佩里斯花纹 丝制衬衫亮相 受邀出席该品牌春夏季 男装系列新品发布会 能够拿到这个代言 足以证明任佳伦如今的影响力 要知道品牌方选择代言人时 除了要考虑人气以外 还得看他在消费者心目中的形象 这样才能达到双赢的局面 如果说目前国内的标准是这样 那么在国外品牌方眼中 要求只会提高而不会降低 任佳伦当晚所穿的这件衬衫 应该是当季主打 以佩斯里花纹为特征 遍布一副全身 给人一种复古又摩登的感觉 再加上任佳伦帅气的外表 绝对是满分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任佳伦也是大方地分享了 自己的时尚穿搭经验 主要以舒适为主 必要的时候搭配一些饰品 一点点就好 不然会有一种喧宾夺主的感觉 不得不说 佳伦这些话说得太真有道理 只是细想之后发现 我缺少的好像不是穿搭 而是像任佳伦这样帅气的外表 除了穿搭之外 任佳伦还谈到自己的两部作品 分别是和李沁搭档的《请君》 以及和迪丽热巴合作的《与君初相识》 也就是根据同名小说《欲交际》 改编成的电视剧 从很早的时候 任佳伦就有谈到这个问题 作为演员 演戏其实还不是最累的 而是在《杀青》之后 等待播出的时间 那才是最让人担忧的事 有时候间隔太久了 等到播出的时候 演员们大多都已经忘记了 拍摄时的趋势 而且演了之后发现不能播放 那才是最要命的 不过粉丝们也不用担心 这两部作品一定会和大家见面的 只不过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而已 至于未来一年的工作计划 任佳伦也是全盘透露给粉丝了 电视剧 新歌 统统都会安排上 不愧是娱乐圈的老模 一年到头几乎没有休息时间 除了待在剧组之外 就是参加一些活动 剩下的时间又要准备新歌了 对于新歌是否会在生日那天推出 任佳伦表示应该赶不及了 因为目前还处在初级阶段 歌曲和曲调都还没有最终确定 不过大家也不必失望 总之任佳伦承诺了 在今年结束之前 新歌一定会有的 说到这里 真的不能不夸一下任佳伦了 作为演员 能够凭借一个角色 就让观众成功记住的人并不多 但是任佳伦一次又一次的做到了 尽管不是科班出身 但凭着自己的经历 任佳伦对每一个角色的理解 都相当深刻 这大概就是她能够成功的重要原因吧 作为歌手 任佳伦的每首歌 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 把自己所要传达的意思全部融合进去 通过歌唱的形式让更多人认识她 也许很多人都不知道 任佳伦除了是个演员之外 她的唱跳能力也是一流的 作为艺人 任佳伦能够做到不争不强 低调形式 这其实非常难得 身在这个圈子里 时间长了 难免会被同化 但是在任佳伦身上 我们几乎看不到一丝污浊之气 她把自己控制得很好 自律的人大多都能成功 任佳伦身上还有很多闪光点 各位一起去挖掘吧